好 哎呀 我一下就不知道说啥了 刚才讲了一点 然后我再说一点啊 因为现在的话还是 稍好七点半了 稍后我们就开始 今天的话就是 我前面做一个暖场 跟大家大概说一下 我们Python的一些 课程方面的一些前提 就是稍微介绍一下吧 后面的话主要也是 教主来大家 教主给大家来讲一下 Python的这个课 然后告诉大家就是 这个什么是Python呀 什么是网工的Python 以及它的一些 大概的课程内容 现在还是只有六个同学呀 我们要不要等一等呢 我再等一分钟吧 如果说再不进来的人的话 我就直接开始了 好八个人了 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啊 Hello大家好 我是那个前一堂的小嫂 然后也是北京的一个班主任 负责前期的一个咨询呀 然后后期的一个服务啊 还有课程的一个 咋译做不到啊 课程的一个规划 然后大家有一些什么问题呀 或者需要一些资料的话 都可以找我 然后我不说一下 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吧 我们的主题的话 就是Python的课程 那其实我们这个也是 前一堂独家开发的 专门为咱们 为咱们网工设计的 就是我们不是做那个 携带码呀啥的啊 就是主要还是 是一个工具 作为一个工具 来实现一些功能的 后面教主会给大家讲到 就前一堂的话 其实像教主他前期的话 在做一些安全呀 无限呀 所以说这两年的话 开始他这两年开发的 现在的话 就之前的话 就是放在教主VIP里面的 现在就是说 单独拿出来了 都小吗 你的声音也小是吗 冰封 夕阳 其他同学呢 一块新的声音也小 你的声音也小 其他同学有没有声音 就是说不小的呀 就正好的 如果小的话我就调一调 教主啊 这个声音好像挺小的 嗯 有两个学员都反应了 声音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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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啊 嗯 诶 这是最大咯 对呀 不知道怎么回事 现在呢 现在声音好了吗 再测试一下 刚退了一下 还是调 我这个最最最大 喂喂 走会儿啊 喂喂姐啊 我看看是不是 我的声音的问题 是这个玩意儿 喂喂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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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吧 喂喂喂 喂喂 你说声音大什么 我觉得应该就是这样的吧 嗯 嗯 声音大一点啊 哈哈哈 哎呀想到哪了 哦 现在有15个同学了 还好 嗯 然后 就是 大家都是了解Pathom 其实它也需要一定的网 网络基础 其实你差不多懂一点的话 就差不多可以了 然后我们这有一个Pathom的交流群 如果说大家如果想想自己学习啊 或者有想问问一些问题啊 或者跟大家交流的话都可以加这个群 然后我们会给大家分享一些资料啊 还有给大家提供一些直播的链接啊什么的 然后我再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就是我是前一堂的小小 然后这个是我的QQ 还有我的手机号 也是我的微信 然后大家可以加我 我这边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Pathom的课程 如果说你有感兴趣的 或者是提供相关的学习资料 比如说Pathom基础啊 Pathom黑客啊 Pathom网络编程啊 还有KaliPathom黑客啊 还有等等 很多的一些东西都有 四川华为Pathom 这只要是我们前一堂有的 我这边都有 都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视频部分 让大家来听一听 Hello 然后我介绍一下教主吧 可能我觉得不需要做太多的介绍 因为大家如果 就是说在网络这一块 做的时间比较长的 跟思雨姐姐很像呀 那你的班主任就是思雨啦 你来过本地吗 如果你来过本地的话 你可以看见我两个人的区别 教主就是他已经有16年的收客经验了 然后他最开始也是做安全的嘛 这个大家都知道 做安全的话做了将近16年 就是我们家安全的话 确实是我们家的招牌 所以我们说第一的话 应该没有人 有个人没有人敢质疑吧我觉得 然后教主的话 他也是2018年思科的最佳讲师 这个去年的话 思科这边给教主颁发了一个奖杯 就在我们隔壁 就是放着呢 桌子上 也是DC CCIE亚洲的第一个人 就是教主是第一个 然后我们DC的马海波老师是第二个 所以说我们DC的话 说第一没人敢说第二 我们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说错了是吧 所以说我们DC也非常强嘛 就第一第二都在我们家 我们家前一堂的四肢 应该是非常非常好的 就服务啊 还有课程的小姐姐呀 老师呀都非常非常好 然后现在我们安全啊 还有Python呀 还有无线啊 都做了自己的内部系统 其实就是用这个Python做的 就是今天教主会讲的这个课 就讲的这个Python 来做的一个内部系统 实现一些程序 和一些小的小的小程序吧 可以这样理解 然后教主开发的课程也是最多的 以上其实他什么都讲 就是后半年的话 他会讲费塔 你会感觉这个 还挺多学人感兴趣的 前段时间讲了SBN 然后现在在讲Python 嗯 之前还研究了一些 什么AI啊啥的东西 这个你们都可以跟教主进行个沟通 他也经常在群里 嗯 不论是在VIP群呀 就教主VIP群 还是做Python强化班的话 都可以给他 跟他进行进行一个交流吧 然后教主的话 他也培养了一千多名安全的CTI 教主之前就是多安全的嘛 一直带着一直带着 后期的话我们自己成立的前一堂 对 教主进化论 对了 今天大家加我的学员 给大家放个福利吧 因为既然做了一个公开课嘛 就是教主也不经常做公开课 应该大家都知道 所以说今天如果说你加我的话 我可以免费送你一份 教主进化论的课程 网站链接啊 就平时我们都是卖的啊 平时都是卖的 真的是卖一百来块钱 然后今天加我的话 我给你免费送一个 教主进化论 如果有班主任的话 我会让你班主任发你 好吧 加我微信的 然后是新学员的话 我会给你发一份 教主进化论的 这个网盘链接 你们这边可以学习 因为这也算是一个福利嘛 嗯 再一个我就说说一个 就是重点吧 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 主要讲的一个课程方面 课程的话 就是我们现在 推出了两个班级 一个是Python强化班 也是咱们的网络 嗯 网络自动化 然后 运维安全 安全运维 其实它也是 主要是跟运维有关的吧 然后还有基础班 这两个最大的差别是啥来着 就是强化班的话 它是包含基础班的 强化不是说 诶你得有基础 你才能学这个强化班 并不是这样 并不是这样 它是从基础开始讲起 它强化的意义 就是说它的针对性比较强 需要你这边付出 比较多的时间来学习 这个是主要的意思 强化的意思 然后Python的课程的话 其实教主已经 你会付两年多了 但是就是可能 可能因为它不像 Costco IE Costco IE 有一个证书 所以说大家 就基础性不是非常高 所以说我们就弄了一个强化版 强化 强化的意义 就在这里 所以说 没有一种紧迫感和压迫感 就很难有突破 但现在大部分公司 都有一些大陆的 关于Python的一个职位的空缺 所以说2019年我们就是做了一个Python的基础版 和强化版的一个招生 其实大家如果说去网上 就特别一些自联招聘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网站上 就是招聘网站上 你可以去看一下 就像阿里啊百度啊 他们不仅仅需要你懂一些网络的知识 它还需要你就是说懂一些Python的语言 或者是其他方向的语言 需要你懂一懂 不是说让你完全会 就是让你明白了解 如果说你懂得更多的话 那你的薪资待遇的话 至少能够达到三十五十这样子 然后这个课程的特色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自己研发的 跟Python自己做的一个内部系统 然后这个是教主的话 他亲自代班讲课 亲自代班讲课 相当于是大佬带着你 所以说这边你不用担心 你的老师的诗诗啊 这一块就不用担心了 其实带着你嘛 而且每一个班 它都是有人数的限制的 像我们这一期的Python强化班的话 现在就剩下四个名额了 我就可能发个广告 上面写的还有五个 就是在这期间已经有一个人报名了 然后这个作业也是教主来给你批改 给你检查的 另外它还有一个特色就是 教主现在就是相当于是保姆师服务 然后给你们一对衣服 如果说你的作业不做的话 他会找你 然后追着你要作业 然后咱们每周六啊 或者是周日啊 你们这边看你的时间方便的话 教主会给你们开班会 就每个根据每个人的情况 后期啊 这边是后期 因为前期的话 可能大家的作业都能跟得上 后期的话可能每个学员的 它的进度啊和吸收不一样 所以说后期的作业的话 都是教主这边根据你们的一个 吸收程度来给你们布置 这一点是非常人性化和比较有针对性的 所以说这个课程的话 就是强化和针对性特别特别强 然后还有就是一对一的一个辅导打一 因为大家也知道教主他就是喜欢搞技术嘛 所以说你们这边有技术的问题 无论是你早上的八点还是晚上的十一点十二点 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都可以按照教主 他就是就是因为自己的公司嘛 所以说也比较重心 自己当老板 所以说与他问题都可以问他 全天二十四小时 至少有十二个小时是在线给你们答应啥的 而且这个智能化比较强 就是你比如说你的作业上传了呀 就是你还能看到同期的一个学员的学医情况 就是你们一个班子 诶这个学员学的怎么样啊 诶那个学员的学医任务有没有完成啊 你都能看到 哎呀就是我一个人在叫巴巴巴巴巴巴巴的说 你们有一些什么问题吗 没有什么 然后我再来放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课程的一个目录 你们看一下 就我们的课程的话 大部分孩子集中在周日上课 还有哎呀 我这个不对呀 这个这个不对啊 这个日间时间不对 我找一下 能等我一下吗 25个同学稍微等我等等我 哎呀我去 这个就我找一下 我找一下 上去吧 我就这样说吧 因为他课程的话 这是第一期的一个课程 嗯 他每这一期的话 我们是6月22号开班 6月22号啊 就是现在几乎再过12天我们就开班了 现在课程的话还有就这个班级的话还有4个人 另外强化班是这样的 基础班的话就是刀生刀刀马我们就开班了嗯 然后他为期的话大概是三个月的课程 然后针对性就是一对一给你服务 然后每次上课一般都是晚上像周一到周五上课的话就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9点半有时候可能会拖堂 你讲到9点40周日的话上课就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这样子 嗯对你的时间上是有需求的 如果说你的时间不满足的话你可以考虑叫做VIP的课程 这个也是叫做所有课程都可以听 这个是强化班的一个课啊 然后其实我们为了推这个课啊 其实我们因为我们也在大力推广这个课嘛 做这个公开课其实目的就是这个 嗯 然后然后还说一下 嗯 对这个就有介绍了 看一看我还没注意看的 嗯 关于服务器的问题啊 他服务器是一年半 就你看视频啊 群里答疑啊 问题啊都有 然后对了 我们这个还提供这个实验环境啊 就是大家如果说做这个课 是做这个作业 我们是提供环境的 嗯 好 现在差不多了 价格 价格的话 你们可以跟你们班主任详细聊一下1800 然后我们为了推这个课 我们现在就是把基础班 这个比较便宜 让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原价这个课程是1500块钱 就是只有视频啊 之前确实只有视频 应该了解的学员都知道 现在我们是直播 加上录播 加上录播 加上达椅 加上内部系统的使用 我们是499块钱 嗯 就是说有的学员就是说 我可能手上现在没有那么多钱 你可以考虑先考虑一个基础班 只要让你先学 先了解什么是Python 因为大家都会有突破 都有一个评定嘛 特别是考完两个IE 或者考一个IE的学员 你在这个工作当中 嗯 就感觉突破性比较 现在没有什么可突破了 不知道这个评定上啊 不知道该干啥了 其实你下一步的话 就可以考虑 去学一个Python 这样的话 你的心资在于这一块 以及你的职位 都可以发生一些变化 嗯 只要499啊 心动不如行动 我现在不讲太多了吧 已经 哎呀 讲了14分钟了 我再讲1分钟 15分钟 然后让教授来讲课 然后感兴趣这个课程的话 可以打我的微信 或者找自己的班责任 详细了解一下啊 有23个人 你上次还早一些呢 嗯 嗯 行 然后就让教主来讲吧 我来把这东西抽一抽 嗯 好 我来说说啊 我来说一下我的课客 啊 怎么有进化论呢 这跟进化论没有啥关系啊 进化论我还 进化论我还是继续在做 啊 可能 而且这这几周可能会频率会 所以还要高一些 因为我也自己检讨了一下我自己 我觉得我自己 嗯 大半个月没有 没有做进化论 感觉我人生过得很不充实 哈哈 去年虽然说累的把我 我累崩了 但我觉得人生还是比较充实的 所以进化论还是继续做 而且可能会 进气可能会稍微多一些 因为我手里边货稍微也 也涨了一涨了一个月啊 我真是看了看 我大概一个月没有做了 好 然后言归正传 我们说一下我的这个课 那基本上 还是小 我这个已经尽量大了 你们还是觉得都很小吗 真强 喂 喂 应该还凑合吧 现在应该还行 稍微来的近点 OK 我来说一下我的这个课 我基本上这个Python 以前叫Python强化班 现在叫Python自动化运维 这么一个课程 那么差不多 差不多一年能开三次 我觉得至少要开三次课 也许年底会有一个 也许在11月份 或者左右 我会可能还有在一期 反正一年差不多开三到四次课 我这个课程 OK 那么这算是我的第一期 其实有些人说 他们说我们才是第一期 但是我说你们是第零期 为什么第零期 因为你看语言 像Python那些 那都是从零开始数的 没有从一开始数的 不是从一开始数的 都是从零开始数的 OK 所以说第零期很正常 那么天生应该是第零期 哪有第一期的 对吧 零才是最开始的一个 你看看所有语言都是零 所以说你们是第一期 但是不是真正的第一期 OK 好 我来说一下我的课 当然这是基础课的价格 你们的自动化运文 或者强化版人可以问问 潘主任 我来说一下我的课 然后我们想说一下最终的 我要实现的目标 今天主要说一下我的课 我来说一下 那么第一个其实就是我的基础课 第一个是我的基础课 基础课应该会要讲三个周末的全天 那其实平时我上这个基础课 其实是上六个晚上的课 六个接近三个小时吧 接近三个小时 六个接近三个小时的课 差不多十八个小时讲这个基础课 OK 今天还有学员抬举我说 我的基础课讲的比较浅显易懂 其实我个人都不这么认为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我的课可能是更加 其实有些说拿我的课来做一种 完全的Python的入门 其实我都不特别建议 我建议你可能在网上去看一些 更加入门的一些书或者一些视频 做一个铺垫 再来看我的基础课会好一些 为什么呢 反而我觉得我这个课 绝对不是通用的入门 因为我的课里面很多都是跟 我举的例子都是跟网络有关系的 虽然说是基础课 但是我也不想去举一些那种 一加一等一二啊 这个除什么呀 然后呢又几个什么表演啊 然后怎么表演又排学 就是扯了一些完全跟 跟我们的实际跟我们的工作 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东西 我是比较烦人的 就算我出的那些提的那些数学 那些东西应该都是跟我们最后 我们的网络的一些计算 都是有点关系的 我这举的例子呢 都跟网络有关系 如果说你不通网络呢 听我这个绝对会比较吃力 所以说我也并不觉得 我这个能够做一个通用的基础课 我认为你要学特别基础的 还可以看一下更简单的那些入门的书 因为我这个课其实是面向网络的 可能是我个人的人的性格的问题 我做的东西都比较有实际意义一些 我不想玩那种完全跟未来一点关系 都没有的东西 OK 说实在的这么说吧 我这人就特别特别的特别是课程 特别实际 就像最近我在学英语 有人说那你以前为什么不学英语 我说是啊 以前我确实不觉得我应该学英语 因为我觉得 那诗课在中国的市场挺好的 我讲我中文讲诗课 我给我吃饭了 对吧 那为什么现在要学英语呢 我觉得现在打压的很厉害 海外市场很大 所以说我也觉得我就要学英语 我学英语为什么 我学英语就是为了 我要用英语来讲各种各样的课 也许会讲Python课 也许会讲诗课 诗课的课 对吧 我是一个很有实际意义的 就是无力不起找的这种人 这么说吧 绝对不会白干活 就是我老婆都说 你这人就是什么都不白干 对 我这人是什么都不白干 就是做什么事情 都是有个目标 就是英语我也是很有目标 就是我就学那些 那些跟上科尔关系的那些词 聊那些有关系的东西 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说实在的 你真的让我没有目标的学英语 我也学不下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学 任何东西如果说我觉得我自己一点 为什么呢 我说明我说服不了自己 为什么我就不学这个东西 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这个课基本上也是这样的 就是 举的例子 基本上到了 到了字符串开始就慢慢的就开始有一些例子就跟网络有关系了 比如说最简单的 比如说处理字符串 别人可能处理的就是一段话怎么立的 我肯定就是处理的修让 我说的就是修version OK 就是这样的 比如说这些列表 那么里边的数据可能就是接口信息 IP地址 正式表是上来 正式表是上来 就是说你一个我匹配IP地址 你一个我匹配MAC地址 可能就是 可能性格的问题 就是比较 东西就喜欢做的那种比较实实在在的中间 不想扯点一种跟你用不上的 但是也这个原因很有可能就是说 其他如果你不想学网络 可能你这种可能觉得我这个例子就觉得很奇怪了 而且你可能你根本都不懂什么叫修网 你也不知道修version什么东西 那这个我例子可能觉得就不太贴切了 OK 因为我的例子不是这种通用性例子 是那种很面向网络的这种例子 OK这个基础课 那如果说有人这么认为我的课这么有 这么有这个通用性 那我也很开心 就算今天是一个11岁的小朋友 说我的课他比较听得懂 你可能喜欢我的风格 但是我的这个课程设计可能还是比较特殊一些的 好我说一下 这是我们的三周的课 三周的课呢 我会出15天的作业 15份作业 三个周嘛 周一到周五嘛 出15份作业 那么这个作业也会更加实际一些 基本上 差不多有10份都比较实际点吧 跟你的这个未来可能会用不到的东西 都比较有直接的关系 OK 顺便再说一下我这个课的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作业 我反复其实在提 而且现在如果说你报我的班 你不要接受我的面试 我也会把这个问题都给说清楚 作业会比较多一些 就像应该说第07的哥们 他对我 他对我的一些抱怨什么呢 第07我要求的特别严 就是要求的是全部都每天都有作业 就是相当于是三七二十一份 应该会有差不多类似于这么多的作业 而且做一些新手 他们可能在作业的时候 我们作业 虽然说我个人认为还不太难 但是他们可能觉得一天都花两个小时 如果说两个小时 七天 很难有人能够完成得了 说实在的 所以说这一轮 那我也总结了一下一些经验 最终这一轮我只出五天 我说不是说只有五天作业 是我相信你肯定五天完不成五天的作业 所以说我周六周日给你们放开 你们要补作业 是这么个意思 作业是比较重要的 而且我经常在给面试的那些人 我会跟他们说 我说为什么这么看重作业呢 原因其实比较简单 就是跟网络不一样 我经常说网络 我经常说网络什么呢 网络其实有时候你听点概念 你也没有白学 因为说实在的 有时候 但他看你干网络的一个方面了 比如说你是干授权的 授钱的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其实你听点概念就可以了 足够忽悠你的客户了 对吧 大概知道一些概念 大概知道一些特性 大概知道这些特性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那好了 够了 你就足够去忽悠你的客户了 做不做实验 对于一个授钱而言 有那么重要吗 对吧 全拼一张嘴 当然我没有贬低这张嘴的水平 水平高的 当然很正前 OK 所以说 我觉得有时候他不太需要做作业 他都已经可以了 OK 我已经得到我想要的东西了 OK 就算是这么做吧 就算是你做售后 那我觉得那些 当然 那个像安全的话 那种 无限的话 这个作业会很多 但是我也没要求你每个作业都 做好几遍 把它背下来 我从来没有这个要求 我的要求 基本上就说 你通一把就可以了 OK 有个感觉 通一把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去反复练它 这个不那么必要 有个感觉 就已经足够了 基本上网络就是这样的 特别是完全的方面 就是这种感觉 有个感觉就可以了 但是拍上这个 我不夸张的时候 如果说你不通过强练习 不通过强练习 几乎是完全没有任何结果的 一点结果都不会有 应该说拍上的学习 跟我们的网络的学习 我经常说一个最贴切的例子 就是相当于是网络是套路 对吧 这经常是套路 你就是 你肯定是照着一个文章打的 或者说照着一个人的录像打的 反正你肯定有东西照着打 我相信你不可能自己想得出来怎么打 不太可能 特别是安全的 你不太可能想得出来怎么打 那就照着打 打通了就算挺好 我水平高 打不通就说 不是我水平不高 是文档不好 或者说 也不是文档不好 是这个设备有bug 我们需要重启或者升级一下 对吧 反正说来说去 成功就是你的水平高 不成功就是文档不好 或者设备不好 这都是简单个道理呗 对吧 反正都是一个套路 但是这个python就不是 python就是一种 我经常把python比喻成是物理 物理就相当于你想想物理有几个公司可以背 我不夸张的说稍微老是好一点的 一个小时就能把三年的所有物理公司背下来 物理公司有几个物理公司 你自己想想有几个物理公司只能背 一个小时背三年的物理公司妥妥没问题 但是你背了有毛线用吗 一点用都没有 你依然不会做这个作业 那个作业就是完全在逻辑推理 物理是纯逻辑推理 它还不像数学 数学跟物理还真就不一样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 这么说吧 我的物理是 不夸张的说是非常好的 我高考加了50分 就是物理 基本上 我基本上是差一点进国家队的 我会这么说 但是我的数学并不好 我的数学 当然比普通人是要好一些 但是我的数学 我自认为是不咋地的 我的数学是相当 比普通人是要强一些 因为我考中联大学完全看数据话 我语文是不及格的 我英语是刚及格 完全拼数据话 我数学只能说比普通人好一点 但是相对于牛逼人 那我就比别人渣了 OK 其实不一样 物理是完全逻辑推理 OK 纯逻辑推理 就是自己说 就是相当于 就跟Python一样 就是 椅子条件是在这儿的 然后目的是在那儿的 怎么抵达了一个目的 那可能你需要去做几次 逻辑推理 先算什么 再算什么 最后算什么 然后就得到了一个东西 那物理就这个东西 你怎么去去理解 你应该走几步 那每步应该得什么 然后这一步的结果给下一步用 这个的思想 我认为Python是跟物理特别像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Python 我特别在行 我觉得我自己 我在这方面的反应特别快 OK 所以这个东西 但是这种东西对于网工而言是 怎么说呢 是有很大障碍的 如果特别是你刚刚 刚刚你从网工切到这种语言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巨大的障碍 就算我认为我自己 但是我干了好 干了十年网工之后才弄来 我老子都有点秀的 说实在的 开始这段时间 我也花了很长时间来克服这个障碍 OK 但是现在我觉得基本上完全克服这个问题了 OK 所以说这个真是一个非 你要花很长时间去克服的自己的一个性障碍 OK 特别是你老网工的可能障碍会更大一些 可能一些年轻人 可能还好一点 他的思想可能还没有这么定 但是老网工可能的难度会更大一些 OK 所以说Python是最大的伤害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需要大量的练习 需要大量的作业 通过练习和作业 你才能够最终能够把Python做一种工具存在 OK 好 可能还有人会问另外一个问题 今天学员也在问我 他说学了Python能够找什么工作 我觉得对我而言 Python学完之后找工作 是一个伪命题 为啥呢 因为Python其实可以找的工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比如说网页开发 这绝对是一个Python学完之后的一个职业方向 但是我不讲 网页开发 而且我也不觉得很多公司用Python做网页开发 OK 因为用Java 用PHP已经很成熟了 我相信也没有太多公司用Python做网页开发 虽然说有 如果说你去报了一些网页开发的Python的班 那个老师肯定会做很多实际案例 很多很多成功案例 对吧 但是我不认为Python是一个主流的网页开发的这么一个语言 OK 虽然说我直接讲 但是我不认为它是一个职业方向 Python最火最火的 肯定就是大数据啊 人工智能那些 我可以这么讲 如果说你自己看看你的大学 如果不是985211 如果不是硕士 我建议你就不要想那个方向了 号称是联薪五十万 是 找的工作联薪都五十万 可能还不止五十万 但是你能找的工作吗 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OK 所以不要听别人忽悠什么大数据大数据的一个 是Python是很在行 Python是很靠谱 人心是很高 但是那个事是他们的事 好像不是你的事 你要了解这一点 那个不是你的事 OK 是他们的事 好 我讲的Python是一种工具 这种工具 就是说 我经常说叫在那里 你说英文吧 就相当于也是一种工具 对我而言 就是本来我都就懂 我就有人中文讲 安全的课 那好 有了英文这个工具之后 就能把我的能力加成 我就翻倍了 我就能用英文讲我的安全课 那好 我就 这个瞬间我的薪资就翻倍了 这个很实实在在 可能还不止 这么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东西 就相当于 你得有一个东西 然后拿它去加倍你的能力 你知道吗 就是我东西 它能加倍你的能力 那你显 你首先是一个网络 网络工程师 或者安全工程师 有了拍上这个东西的话 你就可以更好的去 加倍你的能力 OK 是一种能力的加成 有更多的竞争力 而且你 但是你依然是一个网络工程师 你依然是一个安全工程师 你并没有变成一个开发者 OK 所以要不要搞错了 说认为什么我学了之后找个什么工作 我说你也不会找什么其他工作 你还是网工啊 你还是网络工程师 或者安全工程师 OK 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实在的事 不存在说我学了之后 能够换一个工作 不存在这个事情 还有一个 这个我也得说明说清楚 如果说 如果说你的工作就是纯售后 纯售后 就是我的任务就是搬交换机 路由器 我就到客户了 咔咔咔咔 然后就配 然后网就通了 如果说你是真的干纯售后的 我真的认为 派上罪理真的没太大用 至少短时间看到的东西 是派上罪理真的没有太大用 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运维的 我个人认为你不懂派上 几乎就没有啥用了 我觉得慢慢的 我觉得也就一两年 如果说你不懂派上的运维 就几乎是没有啥大用处了 OK 现在几乎几乎什么都是自动化的 运维乎全是自动化的 运维乎是早就已经全部自动化了 网络只是因为有很多网络厂商 不像运维乎只有运维乎是吧 但是由于有很多网络厂商 所以说进程会一直会比较慢一些 但是这个东西迟早会到来的 所以说如果说你做运维 网络运维 不懂我估计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跟中国国家都一样 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这是一个 而且如果说你觉得未来的趋势就是SDN 因为其实思客已经全部都SDN了 已经全部SDN了 不管企业的还是数据中心的 而思客的所有设备都已经开放ATI了 都可以通过自动化来实现了 OK 当然我知道华为并不是这样的 还有很多都没有做 OK 如果说你的眼光里面只有华为的话 那是不是觉得好像很早的呢 对吧 但是如果说你看看思客 你就觉得好像这个已经就在眼前了 你就要看你怎么看这个世界 那你觉得这个就是马上要到了 那我觉得Python也是需要学的 当然如果说你是天天类似的 活着售后 Python对你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用处 这是实话 基本上我都说了实话 好 这是我们的基础课 这是一个算是比较重要的课 因为你没有技术 就后面就听不了了 这个我说差不多 然后继续咱们聊聊 我的自动化运维 其实以前叫往往编程 这个课呢 其实应该说去年年底 年底就已经开发完毕了 今天讲的呢 其实还是依照以前的那些知识点 当然我觉得我的第07讲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升级了 其实每次课 我这个人的特点就是 每次都一定会不一样 我这人特别讨厌做一些重复的工作 我喜欢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就算是一样的PPT 就算是一样课 你会发现其实我每次讲 它都有点不一样 如果说真的是一样的 那我就会特别烦 我就会觉得我今天不知道在干什么 为什么还是在讲那样的东西 我们来说一下 第一大部分是经典协议 这个其实是我很通话的一个部分 有些人说怎么叫自动化运维 其实就是通过 你想想啊 其实就是通过各种协议来操纵 操纵设备 无非就是这样吧 对吧 通过协议来操纵网络 操纵设备 其实你Python就是通过了协议这种戒指 来和我们的网络设备通讯来实现 对网络的这种自动化的操纵 是什么回事吧 对吧 那你就要掌控所有的戒指 所有的协议 那这个时候呢 我的其实我的第一部分叫经典协议 第二部分叫HTTP 其实都是讲协议的 对吧 那只是因为HTTP特别很难 复杂 HTTP特别重要 所以说我单独提出去搞成一个第二部分 如果 如果其实我还是可以说就是一个部分呢 就是协议吧 对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协议 偏底层的协议呢 似乎跟自动化军围呢 就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它跟安全有关系 比如说可以做一些用Skype 这个重要的模块 可以做一些扫描工具 安全工具 做一些攻击 做一些防护 做是可以的 比如说你会看到一些 以前有个Python黑课的课 其实 其实网络编程里面 嵌入到一些基础课 Python黑课我其实一直没有更新 我有时间今天年底给你们更新一下 因为我觉得 收费也没什么太多职质更新的 这个课基本上还是这样 今天你聊着联帝我再刷刷一遍 Python黑课或者说叫我个极客 再换个名字 就是底层的一些 跟安全是有关系的 做一些扫描工具 做一些黑客工具 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然后慢慢往上这些协议呢 就越来越重要了 比如说我给你解释一下 上来一个几个重要协议啊 SNMP 那就相当重要了 什么叫自动化运围 那首先你得监顾你的设备吧 对吧什么叫自动化运围 就是出了问题我们要怎么办嘛 那首先你得知道出了问题嘛 然后你再说该怎么办嘛 是这个意思吧 那好 那怎么能够知道网络设备有问题呢 最经典最传统用的最多的协议 那没有其他的就是SNMP OK 就算是我后面给大家做的那个实战课 那用的协议基本上也是SNP 用SNP来做的 OK 这是最传统最经典的一个协议 虽然说现在 号称有什么API HTV部分也会讲 但是其实呢 用的比较多的还是SNP 因为API 说实在的各大厂商都不大一样 而且操纵起来也比较复杂 而且像思客有些东西 刚刚才做API不久 虽然说思客都有API 但是 API做的不久 它的不全 意味什么 就是不全 你能指望API能够实现你的命令行 打到所有的命令吗 不开玩笑吗 那思客 露入器了多少命令啊 那API全都实现 这不太科学 所以说它肯定是有它的局限性的 它不能操作所有东西 但是大部分是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的 但是SNMP 那基本上是 所有的细节都能够监控得到 因为这东西太多年了 而且思客每个东西都做了相应的SNMP 所以SNP是比较全的 它用来做监控 是比较主流的一个结议 这是我讲的比较多的 我估计这个东西就只会讲小一天的课 SNMP 我的课程也是那种 就是你也知道我是讲网络的 而且我有一门课叫TCPIP 我自认为我讲的比较好的课 TCPIP 你们可以关注一下 当然现在还是2017版 今年是不准备再讲的 基本上我的TCPIP三连讲一次 注意一下基本上 我的TCP是三连讲一次 今天是没有到当期 今天应该是不会再有TCPIP 我在2017年讲的 基本上我的特点就是讲协议 然后讲Python实现 然后一些实战 基本上我都会扯到协议的 OK 就像如果说你看到我的一些黑客的课 那基本上也是从协议开始讲 先讲协议 再讲攻击 然后再讲防御 为什么有些人听我的课 他上瘾呢 就是因为比较全面吧 就说你想想 你可能在市面上 能够看到一些老师给你讲攻击 没问题 他讲他攻击的666 有些老师可以给你讲防御 但是既讲协议又讲攻击又讲防御 你还我还真不如吹 你看谁还能讲 OK 我的网页安全也是 其实网页安全 其实看的人不多 我觉得我购买我的课看的人也不多 我的网页安全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我可以这么讲 当时我的网页安全是怎么讲的 我的网页安全是要讲黑客怎么攻击的 我会讲后台代码是怎么写的 我还会讲 网页安全产品是怎么防的 你能够看懂我这个课 确实难度也大点 说实在 因为既要懂黑客攻击 也要懂透台代码 还要懂网页安全产品的防御 OK虽然说我自认为这门课我讲的很不错 但是真的是没有太多人看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我的要求也太高了 因为我是三方面全讲 就工也讲房也讲 后台代码也讲 可能这就是 反正自己欣赏的东西不一定是最好的 OK 反正我也说我拍摄的课就是会讲协议 然后会讲 会讲排档实现 还有一些实战的东西 其实会讲但这不存在攻击了 这个就不是什么讲黑客的东西 好 这是SMP肯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好 然后Syslog肯定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日志 Syslog是一个通用日志 虽然说SMP也会推日志出来 让SMP太不好搞了 基本上所有都有日志 路由器有日志 交易机有日志 防火墙有日志 Linux有日志 连那些web服务 Nginx Apache都有日志 这个时候可以通过收集日志 分析日志 OK 这个也是肯定很重要的 然后紧接着很明显 Tilet和SSH是比较重要的 当然Tilet你可以忽略 因为现在基本上网管都在SSH OK 会讲SSH一种的灯物到网管设备上去提取 提取配置 配东西 或者说查看一些状态 但是一般来说不太需要用它查看状态 因为SMP或者API都可以查看状态 这个肯定也是很重要的 然后后面几个其实都挺重要的 FTP 传数据 OK 你要把一些重要的东西通过FTP 当然也可以是SFTP 把它传到某一个设备上去也是可以的 SMP当然很重要了 如果说你是我的安全学员 无线学员VIP学员Python学员 你可能天天都会收到我的稍找邮件 那就是因为有些任何问题 老师给你改了作业了 老师这周的排名又出来了 天天都会收到我的邮件 那邮件肯定很重要了 包含会讲邮件怎么发邮件 发附件 发图片 或者说怎么绕过一些并发的限制等等 POP3收邮件当然也是很重要的 对吧 你能发当然也得收了 还有LDAP LDAP是预控制 对于预的控制 就是现在我相信很多公司 那么你们的账户都存在目录里面 那如何对目录进行操作 那肯定是很重要的了 像我们公司那商务创业账号 那其实他在我图片画界面里面填了 那其实我后台就用LDAP去创业的账号 去经营的账号 去延期的账号 全部都是用LDAP去往里做的后台操作 好协议分析又是偏一些安全了 我会去分析包 你听说分析包 是人用的 人看的 但是这么说 一个很大的一个数据包 比如说老板问你说 咱们别说太大 就这么一百兆吧 老板说 你给我分析一下这个里面有没有DOS攻击 是谁的并发链接会比较多 你给我列个表出来呗 你用眼睛看吗 你用眼睛分析的吗 明显的不科学的 所以说有专门的包分析的 Python的工具 PyShark 其实Skype有相应的工具 我们可以把它导入数据库 然后再用数据库来进行分析 比如说 我最近预告的我的精华论的第十四期 其实就会通过Python的工具 把打包结构化处理下的数据结构 然后达到非常经典的 Elasticsearch 这个数据库里面 然后到这个数据库里面去 可以通过另外一个Kibana 这种图形化的展示给你看 就是可以 这是一个所谓的 现在的一些安全大数据分析 那些吹的比较厉害的 基本上都是把数据格式化 就是包来了 然后格式化写到数据库 然后在数据库里面分析 流量分析 还有我们有letflow 这是这个十四期也会讲 说我们怎么去把letflow的数据 也做结构化 放到数据库来分析也有 OK 甚至还可以讲一些 用Python做一个IPS 我来检测你的工具 然后有工具之后 我能抵御你 这是可以的 基础课 这是经典协议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部分 第二部分其实有两个 一个就是http协议 http被单独的 这是 总目录是一样的 这是第一部分 这是http协议 http为什么单独列出来 因为http比较重要 也比较复杂 我经常讲 你这么看看我的tcpip 那个协议的课 七天讲协议 两天讲http 就是五天讲其他协议 两天讲http 你可以想想http有多么的重要 也不夸张的说 基本上 我说http是实际上最重要的协议 我说http是流量最大的协议 我说http用最多的协议 都没毛病了这个说法 现在基本上都是http 当然有些人说是https https就是http https就是加密的http 它就是http 所以说这个当然很重要了 还有一个http比较重要的原因是 所谓的API 所谓的这个网络设备 打开了一个API 几乎都是REST的API REST的API 就是http层输的 也就是说你基本上你说http 来说什么 这个 什么API 这个设备打开了API 基本上你都是用的 http协议去调用它的 OK 就是为什么它们这么重要 因为它协议本来也重要 然后还有因为就是你的API 所谓的API 几乎全部都是用http来实现的 虽然说也有一个叫 letconf的 但 基本上我们还是 你看还有个RESTconf RESTconf就是用http传输的 letconf 几乎你就不用想就是API 几乎都是http的 OK 那时刻 我基本上会把时刻的一些 上课可能讲API 再举一个Lexus的例子 但是我的作业基本上会把 时刻的这个API都给你出来 都可以出来用 都可以作为作业的方法来做 OK 其实API也是一个套路 说实在的我给你讲一个 我把套路给你说明白 那其他的基本上 你就可以自己去研究了 因为世界上API千千万 它都不一样 不可能我每个都给你讲 我重点给你讲套路 然后怎么玩 你未来照着我的套路去 任何API都可以搞定 但是我会以作业的形式 把一些重要的API 让你自己练练手 去玩又玩 OK 好 最终的http首先是 Nexus类似的python 然后这些都是Json RPC REST API RESTconf 都是API 主要讲的协议 和一些操作 我举的例子 主要是四个Nexus 叫Nexus设备 有些说为什么不用华为 华为有吗 真的有吗 你们一起去看看 所以说 举的都是一些思客的例子 好 重要讲request模块 就是用这个模块来构建 各种各样的http的请求 就是构造各种各样的http的请求 Flask可以做一个简单的http的sower OK 然后下面就讲各种各的API 怎么调用API 这个比较重要 所以我们会讲协议的构建 我们会讲各种各样的API 然后下面这两个呢 可能就跟黑客有点关系了 就是爬虫 但是其实我也不认为爬虫是黑客技术 其实我一直不认为爬虫是一个黑客技术 其实爬虫更像是一个数据技术 就是收集数据的技术 它也没有祸害谁 对吧 它就是把数据扒了一下 你的数据变成我的数据了 你说这玩意叫黑客技术吗 反而我是这么说的 但是其实我不太特别认为它叫黑客技术 但爬虫很重要 其实现在很多工作 其实现在很多的 你能找的一些工作很多都是发数据的 其实用beautiful software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爬虫基础会讲一些爬虫 讲一些爬虫的实力 可以解决吗 基本上就是三个部分 协议 就是request模块 协议构建 这个一个部分 然后就是各种API 各种API协议 还有就是爬虫 这是我们的HTTT协议部分 它就这个就会讲三到十天课 还有一个就是Jungle Jungle Jungle 这就是网易开发 OK 因为你看最终我们的目标是会做这么一个 我希望能最后能够实现这个东西 虽然说难度其实有一点点大 就是这种 首先是一个网管 首先是一个网管系统 OK 这是一个网管系统 那这是网页的了 网页开发 你得懂 OK 所以说我不用网页开发行不行 我给学生说过 那学生说你说你非不用网页开发 是这么回事 如果说你的脚本就是你自个用 就说我的脚本就自个用 那这个学不学网页开发 当然并不太重要 或者说你的客户能够接收mini行 就跳上去输一个输一个 如果客户能够接收mini行 也可以 但是你的客户能够接收mini行 这够呛 OK 如果说你的客户接收mini行 而且你希望你的程序更具 通用性 就大家都能用 就说你做的代码 不是你自个用 而想大家都用 这是一个真正大家能用得起来的东西 你不学网页开发 那可是真不行 那就基本上是没有其他选项 你就一定要学网页开发 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说我这不需要的 我就自个用 我就我的工作 就是我想通过自动化 用为快速的完成我的工作 那好 那就学不学这个就不太重要了 OK 但是我认为 如果说理想你的代码更加通用性 让大家都能用起来 而不是你一个儿自娱自乐 那我认为网页开发还是需要的 那 Python的网页开发 这真的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部分 就是这个Jungle 就是我的这个 Jungle 的一个快速入门吧 真的只能叫快速入门 因为只讲两天 Jungle快速入门 我给你解释一下 如果说你真要学Jungle 那如果说你真的想深入学Jungle 你真还是不能听我的课了 你可以去找一些专门的 讲网页开发的老师 我给你讲 那个至少学半年 网页开发博大精深 学半年头头没问题 你学半年能学成啥都不一定 我可以这么讲 就有这么难 因为设计东西太多了 说实在只是Jungle 没有技术含量 但是你的网站 你也知道有后端 那姜果只是后端 前端呢 前端呢 我给你说几个词 HTML CSS JavaScript 这几个你不学 你就别享受网页 OK 那 你必须得了解 所以说半年 半年长吗 一点都不长 网页开发 妥妥学半年 你学好了 妥妥找个工作 也没问题 当然我明显两天是不可能 讲别人半年的东西 我的这个Jungle 是这么一个特点 我是因为别人学完开发 那是正经开发一个特别 互炫的功能特别强的那种东西 我开发它不是目标 我开发的目标就是这种目标 我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要做一个这种网络自动化运维的这么一个站点 我就这个目标 OK 你会发现我开发的所有的站点 全部都是统一的这种格式 我基本上不会做其他格式 就同意的这种上面有这种团阶方式 这边左边有测栏或者下拉菜单 OK 我是固定格式的 我不会是 我没有任何花哨的东西 因为我不是给客户看的 我相信网工 我相信网工看到这个已经觉得够酷炫了吧 OK 你能够做的东西 只限于这种一个固定的版式 OK 但是你要去研究新的版式也可以再研究 反正我不讲了解 我讲的是个固定版式 版式是固定的 模板是固定的 你是套这个版式的 你觉得什么 好功能也是固定的 基本上我就只会给你讲什么 丙状图 柱状图 嵌形图 就这三个图 没有我也不讲其他图 OK 然后表格 你就会给你讲 怎么去做这种表格 怎么去做这种表单 或者这种线形图嘛 OK 怎么去做一些 比如说 添加设备的表单 就只有这种东西 添加表单 看表格 线形图 柱状图 柄状图 没了 OK 掌相固定 就这个掌相 你要做其他掌相 你自己在研究 我不会讲到其他掌相 我的掌相就长这样 统一 就是你跟我学的 掌都长的一样 OK 理解吗 当然如果说你想 你可以自己去再研究 各种掌相 漂亮的 酷炫的东西 OK 可能有些人会认为 所以加巴斯克的博大精神 加巴斯克动态的页面 你别找我 我个人认为 我写的能比斯科的那个长得好看一点 就已经满足了 你看看斯科长什么样 你再看看我这个 总比他好看一点点就可以了 动态页面就算了 斯科都不用动态页面 我还用动态页面 没有什么必要 所以说我这个是固定的 你别指望跟我学这个讲 我能够开发一个什么博客网站 电子商务网站 你想都别想 我这个讲不了那个 我只讲这个 版式都固定的 长相都一样 理解 你学完之后 就给我开发这个东西 长得都不能变 你要变你自己去想谋 OK 所以说呢 因为很有目的性 所以说我基本上两天 能把重要的事给说完 理解啊 所以你也别指望我 你讲我能够讲的多好 别人变了东西 半年东西我讲两天 你用你屁股讲 那也不太可能嘛 是吧 我有目标性 但是如果说你觉得 我就是一个网工 我就想多的东西 我就要往功能实现 那我觉得我这个可能 还是比较适合你的 这是一个 好最后呢 其实就是那个 搭建一个自动化运为的这么一个 站点 当然其实就是 搭建一个自动化运为的站点 大概就是这些东西 这算是我第二版了 我最近在第07的时候 已经给他做了一个严重的改版 你会发现第07的版跟这个版 其实涨得差不多 因为我的长相都没法变的 我也解释一下 但是内部数据数据库的设计 极大的变化了 变得特别多 我说由于我的数据库的技能的提升 然后重新去设计了数据库 造成了基本上减少了30%的代码 优化了30%的代码量 OK 巨大的变化 所以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任何一门语言的学习 一定逃不过数据库 数据库其实是一个重要的学习 我们会讲基础科会讲CircleLight 我们会讲Psecure 我们会讲MongoBB 我们还会讲这个Jungle的数据库的这个 查询的这个格式 数据库相当相当重要 数据库真是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这些都是表象 最重要的是数据 数据存在数据库里面 OK 现在你会发现我的这个内部学员系统的追踪 奖励各种评比各种评分 过的时间我还要做学员的那种 个人综合个人综合的一个页面 我会讲到你们的作业的那个丙状图啊 你们的这个这个学习的这个趋势线性图 全部都能做为啥 数据啊 对吧 马云说的淘宝是什么公司 数据公司 OK 什么值钱 数据值钱 他为什么值钱 他能知道中国这么多人 每一个人的消费习惯 爱买什么 OK 他收购了一些 比如说他他注资滴滴 他为什么 他也想知道滴滴的打色习惯 他啥都知道了 那你就知道了 他就知道所有的人是什么情况了 OK 这才是重点 不是什么卖几个假货 那种东西 他了解的是你的数据 数据最重要 数据库当然很重要 OK 好 这就是最终一个目标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但是其实我还没有完全写完 因为这是第二次改版 但是到你们到最后阶段的时候 我可能会做的更加细致一些 比如说 你会发现都长得差不多是吧 我的学员系统长得跟这个也差不了太多 首先我们会管理设备 我们会去这个 首先 这是设备类型 就是你首先要添加设备类型 有防火墙 录入器 来个自照应机 你首先要添加设备类型 然后呢 紧接着呢 你就要添加设备 你要选设备 添加设备 然后紧接着呢 你就可以查看你的添加的设备 好 我这个设备是关了机的 所以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可达不可达 OK 然后能够看到当前的CPU利用率 最高的CPU利用率 当前的内存利用率 最高的内存利用率 说内存利用率这么高吗 我这破续理机好像就这样 破续理机真的有点 是有这么一个毛病 OK可以理解 这就是添加设备类型 添加设备 查看设备 好 然后紧接着呢就是设备监控 比如说可以看到这些设备的 这个CPU利用率的一个走向 你看这个 这个续理机的设备 CPU利用率 确实有点抖 OK 这些东西就是JavaScoop实现的 OK 然后呢比如说速率 OK 这个应该我一直在让后台看一些视频 所以说应该还是有一些 有事一阵一阵的 OK 这是某一个设备的某一个接口 有多少接口其实都可以看 就是接口监控 接口利用率 内存利用率 CPU利用率的监控都OK 然后还有一个 其实这种话用为很多的事 就是备份配置 只要你配置有改变 我就会帮你备份 OK 你可以看到这是今天早上 今天下午的备份 你还能够看到两个备份之间的区别 35号跟36号在比较 能够看到大概是什么区别 可以看到主要是有 这是明显配了letflow 可能这是减号 表示有一个是没有配的 有一个是配了letflow相应的东西的 OK能够看到这个对比 就是相应的对比 这是相应的配置 它会周期性的往里备份 然后还有就是letflow 我就简单 做了两个 首先这有两个IP地址 其实我的其实只有一个机器 我就把它换了一个IP地址 然后他就一直在看一个b站的视频 所以说基本上也就只有https 其他其实基本上也没有 OK 然后其实我做这个系统设置 我做了一天多很费时间 就是各种监控的周期 各种监控各种数据库的老化时间 然后还有邮件通告 邮件通告 比如说这就是简单的自动化运为 自动化运为你想想自动化运为的几个经典的东西 就是监控 是吧 然后就是配置备份 这是经常会做的 还有一个就是监控 就cpu超过多少 那么我们就会有相应的邮件告解 OK 你可以去设置 cpu 告警超过多少 那么就会去产生告解 OK 你可以设置一个告警周期 就是 你发了一次不要反复发 要反复反我 10分钟之内 你不要再发了 给我知道你的事了 OK 你可以设一个告警周期 你可以设一个超超过多少 你就会 他就会发邮件到我的手机上 可以见吗 好 当然这个东西也可以再做更加复杂的 就是说如果cpu超过多少 我应该让拍上去做后台的一些怎么样的操作都可以实现的 OK 这只是先做了一个基本版 那后来后来我还会再加一些自动化的功能 但是至少的东西都有了 首先你得采集数据数据是最关键的 所谓的自动化运为数据最重要 所以你要通过SNP这些技术 把这些数据采集过来 不管这些cpu的数据 还有这些设备的数据 还有这些配置的数据 首先你得采集过来 OK 才可以说做到这个告警 或者说配置自动化备份和比较这些东西 OK 这是一个基本款 但是我觉得 你们学完了三个星期 能把这个照着给我做出来 已经就很不错很不错了 其实蛮对的 做实在的 OK 这就是我希望你能够最终学完了之后的能够得到的一个东西 可以一点 OK 这就是最终要实现的一个东西 我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学习 最终能够把Python做一种 至少做一种工具 能够用得起来 也不一定说 这可能有点高级 写个网站 网站是比较高级的 至少说你会一些基本的脚本 能做一些基本的自动化 比如说你们公司要 要周期性的去轮循设备 周期性的去得到这些设备的一些信息 这不就是日常的工作吗 对吧 以前你天天去干 现在何必自己去干呢 Python完全可以帮你自动化全部搞定 那都不需要人去干的 是实在的 OK 所以你想想 你如果不懂自动化运为 这还有必要用力吗 为什么需要用力呢 你觉得 为什么呢 完全没有必要啊 这东西都是可以自动化搞定的 OK 最极端化的例子就是这个Facebook 那真的只有十几个人呢 他们用来只有十几个人啊 你想想淘宝新浪这有多少人 他是做了极端的例子 只有十几个人 只有十几个人 Facebook 直接十几个人全部管完 那你觉得那十几个人能够干啥 全是自动化 他们只是 他们只是守这个自动化的结果 而且能够 那十几个人水平很高啊 那就能够能够自己开发脚本 调优 各种各样查询 各种各样自动化 那十几个人只有最高级的十几个人 就够了 完全没有必要其他人 那这浪费员工干嘛 那发多少 美国得发多少公司 得发多少那个各种各样的养老保险 对吧 那十几个人我就能给他这么多钱 他能把事干我不用了吗 对吧 未来也想想 未来中国现在这个经济这样 他能养钱人吗 对吧 说实在的 能少一个人 就少一个人 哈哈 说实在的 为什么还需要用到 你自己可以想想 哈哈 如果说做运维 为什么还需要人工去做 我真不觉得这东西需要人工去做 OK 有要数据 有要自动化 其实现在我们真的是我安全无限这一块 特别是后能拍摄你也可以感受一下 基本上有了我的系统之后都是自动化运回的 啊 自动会给你算算你的分数 自动可以比较一下你跟学员其他的差距 现在不仅我现在安全复杂的去了 安全有每周任务 每周比拼 哈哈哈 排行榜 然后会查理的这个比4到7等等等等全部都有 OK 这也是我们也通过这个东西也给学员提供服务嘛 你看啊 我这个人就是Python不白学 我真的没白学啊 我这个Python可是没白学 我Python可用得多了 咱们内部系统也在做 我还开课 开课我也挣钱 是吧 那自动化运回那个那个为学员刷刷配置 那有用吗 那内部系统有用吗 哎 这就是我 OK 说实在的 我学安全 安全是怎么都白学过 我那VPN是白做的吗 我的防火墙是白白的吗 无线 我们公司用的是不是4颗无线 OK 哪样我白学 白学东西我不学 我可以这么讲 哈哈哈 白学我不干 就是我从来必须要有目标性 我自己没有目标 我舒服不了我自己 我是不会学这种东西的 我宁愿去玩 哈哈哈 OK 那基本上就这些 你们可以问一下 网上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可以去 你可以在这问一问 你可以跟我聊一聊 OK 但是如果说你 其实每一个学员 如果说要报我的这个 这个班的话 其实我都有个面试 你也可以去 去找我这个一对一的来聊 就是视频聊 我现在聊聊视频 不要语 语音我都不要 OK 我先看看我这个课 我这个不一定能够让我下课 我真不能下课 我们再聊会吧 哈哈哈 你们看还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再聊会 什么都可以吧 我提点无聊的问题都行 OK 网上的 RSP 别说RSP了 这么说吧 我的13期应该是周日出来的 周日 就是 就是我重庆电信的一个哥们 他们的一个内部系统 就要做了个东西 然后我帮他们做了 拍他们脚本 那个13期就是为一个电信的一个哥们做的 他这个 我就不能再说了 我就给他提了一嘴 我说重庆电信的哥们都已经不允许我说了 他说现在他们的政治很敏感 啥都不能停 免得泄露信心 哈哈哈 我说你们管的太严了 就是一点都不能泄露 因为他是一个内部系统的一个东西 我其实就说了一嘴 我说电信局的一个哥们 这都不让说 这个我就没办法了 就是他们内部也是 也是在做这种东西 能达到什么程度 我是希望你能够达到我后面那个图的程度 但是我感觉绝大部分人还是够呛 但是我觉得至少能够 我说个最低的吧 就是我觉得能让Python成为一个你想得起来 还能还可以用的一个工具 OK 其实这么说我也可以分享一些学习经验 其实所谓一个技术 你懂了和没有懂 其实最关键的点是什么呢 这么说吧 叫Ninix 说实在的 你问我具体的几乎我都答不上来 这么可以讲啊 你问我具体的Ninix 我几乎都答不上来 但是我相信我 有谷歌在 有我的笔记在 都可以搞得定 这种感觉就叫做会了 你有意思吗 虽然说你问我啥我都记不住 OK 像Python一样 可能你学完之后 你还是什么都没有记住 但是什么叫学会了 就说你不用着急 你给我说个需求 我查一查 我找一找文档 我找一找笔记 我能给你搞定 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理解 这东西就叫会 我不能说你什么东西就记住了 我也不能说什么东西你就会用了 但是这种感觉就叫做会用了 你有意思吗 就是不用担心 虽然说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OK 这个不重要 我会查文档 我会去找找找找谷歌 我会做出来 就算遇到一些bug 也不用担心 bug很正常 问题总会有的 但是我也会通过网络去搜索 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就叫懂 听见 虽然说具体啥都记不得 基本上我也是 基本上啥都记不得 因为我这个老子吧 是长期不记东西的 大概知道怎么回事 大概知道方向 大概知道这边去找 就可以了 啥也不记 我真的就是啥也不记 这么说吧 有时候我自己都看自己的录像 哈哈哈哈 自己都看自己的录像 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但是这不重要啊 这肯定是最后的那个 整个自中化运维的课 讲完了之后 我希望你能够了解的东西 就是至少知道 哪个结音应该用哪个模块 OK 东西在哪找 然后呢你也通过练习 你也有你也觉得 肯定可以搞得定 这我觉得 你说你说有些人 有些培训中心说 能挣多少钱 我从来不给你要多少钱 那都是骗人哪 我只能说 学完之后什么叫懂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要懂 如果哪个培训公司 用这种方法来忽悠你报名 我估计他一个人找不着 哈哈哈哈 等等我这 我这基本上就是这么说话的啊 好 我说一下今天也有 也有一个人在说这个问题 说道理应该是学一个技术呢 还是学Python 我给大家认识分析案几个点 就是说 如果说你是做 售后 天天是上设备 做项目 拍到对你真的意义 不是设备的 这是实话 还有一点就是说 那哥们今天问我是 他是说学我司科安全呢 还是学我的Python 我说这里有点矛盾 这是我的项目 我说这个你问的有点矛盾 这个问题我不太好回答 但是我后来给大家这么说 就说呢相当于是 你得懂一个东西 然后呢 Python呢 会给你一个加成 你知道吗 给上一个buff 你可能会说这个 会理解一些 就是 你首先得懂这个东西 然后呢 Python能够给你加成 但如果说 如果说你不懂安全 你学了Python 那其实太没有可加的 你一个意思吗 你很理解我意思吧 就是说你如果懂网络好 Python学了之后 你也可以对你网络支持 有一定的加成 但如果你不懂安全 那他哪去加成去呢 你不管我乘1000倍 1万倍 你本来是一个零 也没有用 至少我的Python是没啥用的 至少 至少这种情况 就是说你不懂安全 或者不懂什么东西 你懂Python也 就懂我的 纯懂我的Python也没啥大用 我理解我意思 周期是这样 周期应该是接近三个月 接近三个月 录像可以反复听 但是服务只有三个月 因为这三个月 这么说吧 这个课是 录像是可以听一连的 这个课主要卖的是服务 主要是卖的我的服务 这么说吧 就是 虽然说我管无线 虽然说我管VIP 虽然说我管其他方向 但是只有一个方向 现在至少我只能说现在 我只能说这一轮 是我全部我讲全部我服务的 没有了 OK 没有任何一个方向 虽然说你知道我是讲管安全的 也是你也知道我管无线 但是都有其他老师帮我辅助 只有拍上全前一堂 暂时只有我一人干的了 所以说只有我来讲 只有我来做服务 我只能承诺说这一轮 会这样 未来我相信他肯定不会这样的 肯定会有人帮我做服务的 你知道吗 也有可能会有人帮我讲一点课 至少这一轮不行 至少这一轮不行 至少这一轮是不可以的 售后最后都转甲包 差不多我认为其实这是一个好的曲线 我个人认为 比较成功的一些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至少至少以前 未来还不能不能成功 我不能确定 我只能说以前我了解的 我认为的最成功的一种 新人的一个发展路线 就首先你开始一定要到一个 能够学很多东西的一个地方 去苦几年 那比如说啊 比如说到我这都鼓励啊可以啊 还有一个就是我了解的就是到一些 像大点的像巴科呀 我说什么那些那种精神公司 我给你讲特别特别累 真的是特别特别累 干两年那真是非常非常累 但是你确实能够接触到很多东西 能够学到很多的经验 你苦两三年 然后再去跳一些 跳一些像外企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会好一些 跳外企这样的 因为外企呢 你要知道外企的这种企业文化 比较特殊一些 你要了解一些外企的企业文化 知道你在企业里面 因为说实在的 你开始当售后 那类似那活的 你啥也学了 就是企业文化 你别想学了 你只学着干苦力 你学技术 学了解项目这些东西 那当一些外企呢 你了解一下他外企的企业文化啊 对吧 这种东西再愣几年 然后再有机会去跳一些 国内的有名的一些大公司 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一个顺序 因为你刚刚干了售后一大堆 国内这些大公司 不会要你的 OK 你没有在一些外企的一些大企业混过 外企的企业都很大 对吧 先混几年 然后再往这儿跳 这个思路是一直以来的比较 我认为一直以来是 我觉得我见过很多 我的学员慢慢的能够走向成功的 基本上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顺的 反正刚刚毕业就千万不要去做运维 我是坚决不反对年轻人去做运维的 年轻人是千万不要做运维的 首先你年轻人能够做啥运维 你年轻人也有打电话 还能够干什么 你要说你年轻大点像我这种 就是用经验了 对吧 我去做一些自动化运维 可能我还真的还不白干 还真的有点用 这有经验了对吧 你接触的设备也多 然后呢 你又做自动化运维 你年轻大点也忙 你也忙不下来了 对吧 你也累不起了 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去做运维 这可以 人家稍微大点做运维 我觉得还可以 你这年轻人呢 那运维能干啥 说实在的 别人说运维 就是看了段网打电话 让别人来解决 那除了你会打电话 还会干嘛呢 看着别人干 看着别人干 能干啥呢 啥也干不了 反正我不认为 年轻人应该去找一些闲的工作去干 那是浪费人生 你年轻的时候没几年 说实在的 你年轻大点做运维 经验好了 到一些大企业里面去 做一些运维 有耳机都含量的 那我觉得都还真正经兴 OK 现在那些 中国的大公司 别说外国的大公司 中国的大公司都很夸张 就自己开发这种 运维系统 好多都自己做 需要大量的这种 能够开发 能够做运维的等人 那你流逼的多人经验 那你有用 你能拿到份好工作 你那种就天天盯着那种 这个报错了那种 那就千万别干 那你干嘛呢 你在 对吧 而且说实在有个人干了10点 时间出来到30多岁了 完了 我跟你讲 那能干啥 不会有人要理30多岁的 我跟你讲 几乎吧 就是你说 我就时间做运维 我就看这个东西 几乎是没有人要理中的 没有 没有要理的了 我跟你讲完蛋了 就是让我个人这么想的 OK 自动化配置 自动化配置我们会讲 对 我突然想起来 有东西我要讲 我没说刚才 就这些东西 我没有说话了 第三部分 除了刚才那个东西 我上来直接讲它了 还有一个 讲了一个这个 自动化运维的工具 就是说 突然就讲到那个了 我这个没有讲 就说当然你可以用Python自己写 这个没问题 像我自己写 说实在的 如果你Python玩的比较溜 你觉得自己写爽吗 多开心呢 我想怎么做怎么做 我所有人都知道 说实在的 你看看 像我内部系统 只要出bug 我瞬间给它描解决 为啥 那全是我自己写的 我还不知道错哪儿 我一看你的冒错 我就知道我那句话写错了 瞬间了解决 对吧 那如果说你觉得你自己 自己写的 当然肯定没有那些 成型的那些软件功能那么强 但是也没有必要那么强 你就只开发你想要的 OK 而且你只按照这个想法去开发 可能你开发的东西用起来会更爽一些 OK 当然了你觉得自动化运维 做些简单脚本就可以了 大面的东西啊 你还是用一些现词的东西来搞定 那好我其实也会讲三个 一个就是ansible 对我这个东西怎么做 我刚才没有说了忘了 ansible就是刚才说的就是自动化配置 他帮你实现自动化网络 设备配置 其实我这么说吧 有人问我讲不讲ansible 我说讲 但是他居然会愿意说 因为想听我的ansible来报我这个 拍什么名字 我说你还是别报 因为ansible也是一个博大精神的东西 很多很多都给ansible 说的我见过最夸张的 反正我觉得当年openstack是我的人生噩梦 但是今年年底 我觉得我要挑战一下我这个人生噩梦 那个你那个什么的 天那个openstack那个安装 用那个官方那个包来安装 那简直不是人干的活 那配置像太大太大了 这个人生噩梦我真是 我去年发的事我再也不玩openstack 今天我又收回了 我说你今天再来一把 OK 有人能够用ansible做自动化交文 一键不锁分stack 全自动 OK ansible这个在自动化运维帐出了名的 现在很多公司叫网络设备自动化配置 也用ansible配 也是用它来自动化配 当然用python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 自己做多麻烦 别人ansible现成了 OK 只要把脚本 ansible的脚本做好 自动化一把刷 ansible很多公司都用 OK 甚至你可以基于ansible来做 2k8都可以 自动化配置的 我给你解释一下 它的自动化配置 确实比你python的那种自动化配置 确实高级一点点 那我给解释一下高级在哪 哪一点点呢 python确实就是能帮你刷配置 没问题 就是帮你配帮你配帮你刷 没问题 但是python其实就是你自己做的 python的话 你不能维护一种配置的状态 配置的状态 就是 所谓的sdn 就是 我不仅配你 而且我会维护你这个设备的配置 一种状态 我python能够知道你现在有些什么样的配置 你解释吗 这种状态 用python普通脚本不太好做 ansip不仅不能帮你配 而且能帮你配 维护配置的一种状态 真的是sdn 他支持几乎所有市面上的主流的博物设备 ok s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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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化运动软件 包含日值分析的 但是这个是个收费的很贵 但是有人强烈推荐我说 算是贵 你应该讲一讲 特别好使 特别说思科监忠性特别好 所以如果近期可能我要去做一下这个那个软件 12k 我马上讲14期 就是我说 我说我要把来flow 我要把抓包打到那个 elastic search 里面去 里面去 然后我说我要Kibana 我用Kibana 我用Kibana来看 这就是E和K OK 那个L我就用 要logstash 就是它来收集日志的 我就不用它了 我用Pi动作 有意思吗 E是数据库 K是图形展示 理解 哎 就这个玩 我要讲的 这个环境其实我搭完了 让我看看 我近期就还在写进化论的PPT 这两天应该就能做得出来 这两天应该就能做得出来 这就是这个代码 反正我用Python来把流量打到E里面去 然后呢用这个Kibana来看 它就来 它其实就来分析这个日志的 它就能帮你分析日志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的可视化我看做没做 这个这个数据没了 因为我的数据不是一打进去的 OK 他也能做这种东西 就是Kibana的做实在的 他的这个图形多得多 我说我只能给你讲 基本上就给你讲 柱状品柱状线性 那就做啥 这个玩多了 看到吗 他图有的一大片 而且他的图能够一层嵌一层 可以嵌好几个圈 所以他的Kibana 有些东西确实是有事 我还做不太出来 比如说这不是协议吗 然后这不是一圈吗 他外面还能再套一圈 他就是外面就基于IPD 只可以再套几圈 一层一层的圈可以套下来 他的玩的东西会比较 那个Kibana的分析 而且他的工工工具很多 而且他的 E United Search 数据库也是比较有名的 基本上现在做了一种大数据分析的 基本上都是把流量打到 这个E2K里面可以分析 据我了解的 基本上那些开源的玩开源那些哥们 全是玩的E2K 基本上把这些认识整理化 你拿这个Search上面打 然后用Kibana来呈现 而且这个图可以直接嵌到我的网站里面去 可以嵌入式到其他的 其他的页面里面去 OK 这是E2K E2K是相当有名的 这是开源 玩开源这一块 OK 这三个东西都要讲 OK 这是基本上就是说 这三个其实跟Python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 理解 基本上都是 自动化用的一些工具 因为我想说那你可以开发 你有事也别死干了 也有现实的 你也可以尝试一下 用现实的东西也可以 但是我不可能讲的特别细 因为我的课主要还是Python为主 OK 你们看还有什么问题继续 可以再聊几分钟 再聊几分钟 再聊几分钟 所以这三个工具 其实最近可能也会再讲一些工具 因为其实 你用Python可以做 其实你可以用它的 你也可以用Python的 甚至你可以说基于它的 再以Python来给它做一个二次开发 也省事也行 OK 基本上我们讲一天讲会讲比较多 就是现在 其实我觉得以前好像似乎 没有Python的时候 没有开源的时候 似乎那个时候我们很局限 都得用一些其他厂商的 可能人们的思想都还是说 比如说用华为产品 那我应该用华为的网管了 用四个产品应该用四个网管 但是他们做的网管就太烂了 对吧 所以说现在你有开源的想 你可以用开源的 不给钱的 你也可以自己搞一个 现在就是一个开源的 一个 这种像Python这样的一个 一个时代 OK 真的不夸张的说 现在很多稍微有点实力的公司 都不是说特别大的 我们稍微有点实力的公司 基本上都在组织自己的团队 自己做自动化与为的系统 就跟我那样的 全部自动化自己开发 搞一堆人来做 安全的 就是他可以做整合 因为其实你在市面上买了 任何一款产品 都不可能兼容你们公司 那些神奇的各种厂商的东西 是吧 都不可能说 按照你们公司 所想要的东西来呈现出来 但是你如果说 用Python来做 就是完全可以的 这些应该是相当缺人的 因为我给这么讲 当初 为什么我把这个以前我叫强化丸 为什么我改成了这种话 用为这个名字 因为就是一个一个月前 我不是讲了那个司科的 因为上一次进化论 其实讲了这个司科的安全报告 我跟一个帕拉奥兔的哥们就在聊 就是聊着安全的东西 聊着聊着 他就给我 聊着聊着 他就给我 我给你看看 我靠这个C位真是服了 看一个东西啊 这是华太证券 这个华太证券 他们自己做的安全自动化用 所以这个哥们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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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的 就他们能够说 他们不是买了很多安全产品吗 但安全产品 你要知道安全产品基本上都是自己管自己 但是你安全产品你要买这家防火墙 买这个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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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可以的 没辙是吧 这家防火厂好整个防火厂 这家IPS好IPS 但是每个厂商自说自话 但你们又要说安全要自动化 快速的响应 怎么办 自己办 自己做 你看他们自己做的自动化运辉的产品 自己的 他们家自己可以自己开发的 你见吗 自己的 这现在为了讲是慢慢的这种趋势 自己做自己的东西 特别安全这一块 网络那个吧 因为说实在的网络这一块吧 没有特别严格的需求 你说断断网 暂时断一下网 但是断一下呗 是吧 那个也不特别那个 安全有时候就不是那么断一下 那可能就是很 性命有关的事了 所以说那就需要快速响应 快速解决 我一看这个图就是 Kibana的图前来的 这个典型的Kibana图 这个和这个 一看就是Kibana图前进来的 可以解决吗 这他们自己写的 自己开发的一个 自动化运辉 安全自动化运辉 我也讲这种这种人需求很大 现在慢慢的 特别是一些 现在安全又越来越重要 安全厂商又乱七八糟的死烂死烂 那么多 真的是 每个厂商就说我们网管自己 他们的我们不知道不懂 然后那个厂商也是 但是你怎么办 你作为一个公司你咋折 没办法自己整 现在很多公司怎么干 现在一说外企就说 那我们 你说外企一聊天 就说我们要学Python 为什么 因为我们公司现在在搞 自动化运辉系统 一聊就聊这个 我跟你讲 国内都开始在搞 稍微有点实际 都搞这个东西 所以说你觉得 做二 很远吗 真的是都在搞 不夸张 一点都不夸张 特别是外企 外企的比喻就更高 只是最近打贸易战 外企都要往外跑 可能感觉稍微少一点 但是国内也是有很多公司在搞这个东西 OK 所以我当时那哥们就讲 他说你的Python的课 叫什么名字呢 我说叫强化玩 很强化 很多作业 他说你这个有什么会报名吗 他说你现在应该改个名字 这东西很重要 这个安全自动化 云维网络自动化 以为你改个名字 对吧 我说对 是应该改个名字 所以说现在名字一变这个 我跟我直接说的 真的就是这么回事 当时说你看 他们都在用 对吧 他们都自动化运辉 他说你强好班 Python强好班 别人都不知道你在干嘛 大概就是这么来的 OK 那了解这个东西 我可以这么讲吧 你懂 懂网络的 懂开发 难一点 还是懂开发的 懂网络呢 我觉得懂开发的 懂网络更难 网络其实也并不简单 OK 开发其实就是要克服那个 那个坎 那个坎 我觉得那个坎过了就好了 OK 所以说现在真的是一个需要混合吗 是吧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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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基础支持 网络安全 序化 Linux 脚本语言吧 咱们也别说Python了 对吧 脚本语言吧 基础支持 这也没有什么太夸张 说的基本就这样 OK 好了 咱们这个时间也到了 今天就就这样吧 OK 你们感兴趣可以找商务去聊聊 OK 我们二十 是二十二号 二十二号 周六 开始新语团 OK 咱们就讲到这 咱们就结束了 今天的课